阿南尊者 他的特别的专长是什么呢 而且 刚好跟朱利盘特 165度 相反的啊 大家都知道 朱利盘特的记忆力很差 那个下下跟的 很笨 很笨的那种 刚好相反跟阿南尊者 大家都知道 阿南的头脑很棒 很好 而且他的记忆力 大家都知道 在佛弟子当中是排第一的 没有人能够超过他 佛讲经他听一遍 永远俱住 一个字也不落掉 释迦牟尼佛怎么讲 他就怎么记忆 一字也不落掉 不争也不减 你想一想 这个脑像什么 像电脑录音机一样 天底下有这种天才 有时候电脑会有点 有时候有问题 有故障 阿南尊者不会 一句都不落掉 像师父现在讲的这种 所录起来的 录起来里面跟师父所讲的 一模一样 不争也不减 阿南尊者的脑就是这个样 所以 这个福报 这个福报不知道怎么修的 你想一想 这个不是普通人 我们每一天听了几十遍 不但也记不起来 常常忘记 不要说别人听经 有时候你看我们年龄越来越大 记忆力越来越帅 你说呢 所以有一些很重要的事 不能记起来 写起来 不然的话 我的户障 户口里面的事要多少也不知道 密码要多少也不知道 你说呢 所以师父常常遇到一些 我们这个祭祀 他没人都还没走 开始写遗嘱 这个财产给谁 这个财产给谁 有时候到我的寺庙 因为师父很开放 开放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来找师父 我很容易 所以师父呢 这个礼拜天礼拜六 或者其他的时间 很多人有时候来找师父 有时候来问问一些佛法 所以他们知道 礼拜一是师父的 礼拜天的时间 就是礼拜一 师父不想跟人家见面 准备很重要的事 喜欢做自己的事 除了礼拜一 师父时间都是很多 厂长跟这些人 老师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护法 一些谈谈的一些佛法 一些记事啊 提出这个问题 这个遗述怎么样怎么样 desarroll说那你们哦怎么提 是不是你们的事 但是师父那份你们不要忘记 哈哈哈 这个厚脸皮 我这个 开玩笑 需要一些放松一点 说这个懂得布施是好 你今生留下这些 就是你的福报 那是你也要为你将来 铺路 虽然你只是行善 人天福报 不到想到西方级的世界 但是这个布施对你来说也很重要 为什么 这个布施出去将来会有利息 而且将来都是你的 几分供养交代给自己的儿女 几分你自己要去帮助 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也不一定到道场 看哪些人需要 老人院 孤儿院 哪些病人 需要的 你去供养 帮助那些人需要的 这也就是你的 所以才又懂得用 你不要一直在挤在里面 死也带不走 生不带来 死不带走 以后谁来为你花呢 如果你的儿女孝顺的话 也不错 为你修复 儿女不孝顺怎么办 死路一条 死路一条 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懂得布施供养 真的 所以有这个机会 所以新加坡 昨天有一位居士 他说要办这个佛衣 租一个地方 大概一千两百块的新币 我说有没有人供养 现在还没 给我机会来供养吧 一千两百 好 我来供养 看看我的钱包还有多少 这个里面还有 供养数据 给一百多个人 能够聚会在里面念佛 好事啊 能够减少给别人的压力 也是好事啊 看你的能力 有钱出钱 有钱有力出力 都是一样的 都是布施 因为我们所讲的 万般将不去 唯有 对啊 所以能够带得走的 分秒必争 带不走的 尖量放下